人世间是火 都在持续的激发观众的讨论 不知不觉中 就在观众心里扎下了根 作为一部没有一个流量明星 也没什么噱头的年代剧 该剧上线12天 去牢牢占据着全网热度的投名 流量明星们新上线的剧集 根本无法动摇他的位置 可以说从一开始 导演李璐 就找到了一套国内顶级演员阵容 用他的话说 四聊八住 网友评论 这怕是百年难遇的班底吧 吃钱男其实很难演 因为你要让观众幸福 而王阳从第一场戏开始 就让观众觉得 这个角色稳了 再入雷家音的视角 谁不希望有一个 王阳这样帅气可靠的姐夫呢 原著读者已经无法理解 周荣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男人 为一个灵魂散发着恶臭的斯文败类 耗费了半生 追剧的观众 这种莫名其妙感加倍了 观众越迷惑 越证明 王阳将角色刻画得深入骨髓 那为什么我还是选择了 剧中少年光明的扮演者韩浩林 盲人本身表演是有难度的 何况要在台词不多的情况下 演出复杂的美丽心灵 我们评价老戏骨 常说仅仅是一个表情 一句台词 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 都会令我们瞬间入戏 到最后 观众感觉 人物就好像在我们身边一样 到最后 那些出色演员们的演绎 让观众住进了人世间 并确信这样普通的人生 也很值得一过 这才是人世间最好的表演 感谢观众